我突然之後才發現台灣真的是很缺乏國際觀這樣子 就是大家不會活在自己的小的圈子裡面 然後去互相的爭吵 互相的動爭 像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國旗什麼韓國瑜什麼 但是你都國際的場合根本就沒有知道韓國瑜是誰啊 誰管你的國旗背後有什麼政治因素 國旗就代表不是你台灣就這麼簡單而已 大家甚至很多泰國人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要畫好一個暗示室去解釋台灣有什麼 台灣在哪裡 台灣跟中國有什麼差別 但台灣的人民他們會比較自我為中心 就是會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方式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衝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妮一位男校畢業的女生 就學時期的我長這個樣子 但也經過風風雨雨之後 十年後的我長這個樣子 當然這其中不免俗 會有很多的姑姑婆婆阿姨大嬸大姐 非常的好奇 也出於關心我的目的 問我很多的問題 所以今天帶來十個我之前變性手術之後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當我十六歲加入青木家族之後 就獲得了很多 比如說變性手術跟藥物的資訊 然後那時候還不注意 那我有勇氣就是跨出第一步 只知道我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有一個大廚 然後他就躲在公廁裡面 穿著女裝然後拍照 然後上傳到那個家族 如果我現在沒有勇氣 跟我的父母講 然後照著我父母安排的路走 會不會三十年後 都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在十六歲的時候看到那張照片之後 就毅然覺得 是該活出去的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有勇氣跟我的父母說 其實我剛做完兩到三天的時候就想說 我為什麼在這裡天啊 我為什麼受這種地獄之苦 因為是我第一次做變性手術 感到高興的時候 是我出院之後 然後遞達了宿舍 然後宿舍有一面全神經 然後當我看到我下面 我都會擺脫那個已經 纏了我很久的那個東西 然後他終於變成平的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FINALLY 我終於終於離開他了 算是真正讓我很高興的時候 preserving rights 學妹就來講 學妹就來講 真的不是我하신個很打糞的事情 我甚至很害怕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喜歡高調 很喜歡秀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我如果給你突破自我 然後去挑戰多樣的事情的話 那或許可以鼓勵他們 或許你做了跨前面 然後跟大家談成面會怎麼樣 你還是可以參加比賽 又或者是還是能活得很好 就是我想挑戰給他們的訊息 讓他們有勇氣跨出第一步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突然之後才發現台灣真的是很缺乏國際觀 大家只會活在自己的這樣子圈子裡面 然後去互相的爭吵 互相的動爭 像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國際什麼韓國瑜什麼 但是你知道國際的場合就 根本就沒有知道韓國瑜是誰啊 誰管理你的國際背後有什麼政治因素 國際就代表不是你台灣就這麼簡單而已 甚至很多泰國人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要畫好一個案子 你自己去解釋 台灣有什麼 台灣在哪裡 台灣跟中部有什麼差別 但是台灣的人民他們會比較自我為中心 就是會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方式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衝突 你好 國人榮幸在2020年被受邀 出一本完全屬於自己的自尊故事 但重點不是我 I have received feedback for many many transgender sisters 他們告訴我 他們很幸運 他們會幫助我 幫助我 並感謝我 我才是真正幸運的那一個 因為在幫助在你們的過程中 我又更加認識自己 確信自己 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所以你們帶給我 源源不絕的動力 能幫助到你們 是我的榮幸 現在跨性別有很大的誤區 他們會覺得很想要改變社會的觀點 去接受他們 然後會舉辦同志大遊行 或者是跨性別的活動 但是你會知道這些活動 基本上就只有自己圈內的人會參與 原因是社會上的各種人都忙於工作 以及他們自己是什麼 沒有人會去花心思 去關心一個沒有公平感的東西 所以說在我的計畫裡面 我會覺得如果你想要社會接受跨性別 跨性別先對社會做些什麼 社會才會對跨性別改觀 反而來關注我們 但是要完成這個計畫之前 必須要有更多的跨性別 有勇氣走出來 數量要先提高 所以說這就是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先把數量提高之後 再回饋社會 社會自然會接受台灣的跨性別 在疫情線上 經濟內場 層次數字幕不知自然會 重新修